嗯,找個時間一起吃頓好的怎麼樣?我請客。 好。 那边的人是 一平和新之城 难道他们两个人是好朋友吗 总之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一平 新之城 你们在干什么呢 是你们啊 上次的事太感谢你们了 我刚刚在铺子里订衣服 正好就遇到他了 原来你们也认识啊 是啊 当时他们帮了我和我家二少爷的大忙 我还一直没机会道谢呢 你们又是怎么认识的 也是偶然 那时小姐让他们加入了我们的护卫小队 这样就能混淆视听 安全离开离岛 我们之间很有缘分呢 没想到你们也互相认识 哦 这倒不是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只是正好都来这里订衣服 随便闲聊两句 结果聊着聊着 就聊到了二少爷 和钟千里小姐的个人关系 说这个没事吧 应该不用担心 这两位很早就知道了 想起来了 就是那两个人 之前还让我们送信 不过 他们本来就已经发展得很好了吧 难道 难道关系更进一步了 我们两个都在猜 他们最近就要正式宣布成婚了 哇 真好啊 嘿嘿 两个人终于要在一起了 目前还只是猜想了 没公布之前 我们也不敢直接去问 我接到命令 来这边定制参加宴会的衣服 没想到 一平和我接到的命令完全相同 两边都选在同一时间筹备宴会 还勾置了很多大好节日 才选用的酒水与糕点 很难让人不往结婚的方向想啊 小姐最近心情很好 还有传言她正在节食减肥 只可能是为了这件事吧 那就是大喜事啊 不过 怎么了 完全不用考虑我的感受 小姐她和心上人终成眷属 我当然是由衷为她开心了 我当然是由衷为她开心了 是吧是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也不该太兴奋 如果只是我们误会了呢 毕竟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 要是把派送请帖之类的工作交给我 那就一清二楚了 看起来 新智诚完全不像没事的样子 抱歉 最近睡得不太好 很惭愧 我也不想在工作的时候这么疲惫 这样很难说是为勘定奉行负责 为小姐负责 你是在担心他们的婚事吗 不能这么说吧 但总感觉是悬而未决的状态 我懂的我懂的 悬在天上的石头落了地 我们才能踏踏实实为他们高兴 对吧 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直接去问一下 这样是不是太直接了 不太好吧 对啊 要是凌华知道 那就肯定有这回事了 这 这样不好吧 还惊动射凤行 没关系啦 她和凌华是很好的朋友 不用担心 这样啊 谢谢 谢谢 太感谢了 只要知道了答案 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 那我们一起去省礼巫夫吧 嘎 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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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 一 我们就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吧 就不为你们添麻烦了 凌华他不会介意了 就算我们跟进去 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还可能说错话 还是算了吧 那也行 我们去去就回 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能和我说说吗 没有没有 只是单程没睡好而已 真的没睡 就算不看棋盘 这一步竟然也能化解我的布局 真是厉害啊 接下来我该怎么走呢 灵活阿托马 我们来了 是你们啊 好久不见 照神力小姐的话 有些不巧 她刚好不在府中 这个声音 托马 莫非是那位旅行者来了 是的 你好啊旅行者 常听凌华提起你 今天总算是有人相见了 我乃神力家家主 现任设奉行 神力凌人 二位好 家妹承蒙关照 终于有机会见面道谢 她今日有事独自外出 若是与神力家有关的事 可以和我商谈 你好 严重了 此番灯门 略显唐突 礼数不中 还 还请 你怎么突然用起这种腔调了 因为 她看上去很厉害嘛 感觉能列入我的 惹不起排行榜 你看她一站起来 屋子里的气氛 就变得没法随便说话了 这位小客人过奖了 鸡尾不必客气 现在是私人场合 还请随行一些 太好了 刚才累死人了 那我就直接问了 我们听说了一些传言 好像九条连枝要和钟千里结婚了 你知道这回事吗 哦 没想到你们已经听说了 原来如此 嗯 确有其事 前不久我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两大奉行的主要家族联姻 对整个道妻来说都是大新闻 而射凤行向来负责把控到妻的仪礼与文化 此事也与我们有关 嗯 从某种意义上说 凤行的面子就等于乡君大人的面子 不能不重视 哦 我明白了 有情人忠诚眷属 多好的事啊 是啊 虽然凤行间的重大联姻很是罕见 可那两位是两情相悦 传统也应该为自由让步 那么之后就由我去上门拜访 送去神里家的祝福好了 嗯 不必 这次我会亲自去 哎 您应该还有其他要事 九条家与钟家联姻 神里家里应拿出与之相符的重视 射凤行工作繁多 婚礼之类仪式通常交由家妹负责 但她近日另有事物在身 我又刚好有时间 寄此机会见见那两位新人倒也不错 对了 你们愿意跟我同去吗 我猜你们与那两位有不一般的缘分 才会对这件事如此伤心 既然如此 为何不一起去送上祝福呢 还是说我猜错了 没有夸张到那个地步了 要说一不一般 我的回答是很一般 我们去送信 只是答应过人家要帮忙而已 哎 等等 难道是我们进阶促成了这桩婚事 好吧 太感谢了 有你们在 会面时一定能掠取很多无意义的韩萱 身为圣凤行 你居然会害怕韩萱吗 韩萱可是麻烦时 世上肯定有人喜欢麻烦 但不是我 托马 我和两位客人出门一趟 家里就交给你了 好的 家主大人慢走 我和两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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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家主大人 相处起来太拘束吗 哈哈哈哈 别紧张 家主大人 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哦 嗯 至少是绝大多数时候 至少是绝大多数时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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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事 还有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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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终于 啊 是 是奉行大人 嗯 这两位是 是跟我们一起来的朋友啦 我来介绍一下 嗯 原来这些事是真的呀 真的 也好吧 也行吧 太好了 看来我们的感觉是对的 嗯 有我代为告知这一重大消息 确实有些不妥 还请两位在事情公开前严格保密 大人不必如此客气 我我们绝对不会乱说的 嗯 那我就放心了 说起来我们想去九条家拜访 能麻烦您引路吗 好的 这是我的荣幸 那我就先告辞了 要打起精神来呀 新之城 我知道了 谢谢你们 呀 啊 那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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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招待不周 还请您见谅 九条大人客气了 我此番前来 为的不是公务 只是近日耳闻您与钟小姐喜事在即 如此隆重的联姻 我神丽家作为两家的世交 肯定要登门道声恭喜 您言重了 还希望这件事没有让您感到唐吐 嗨 我们也是来恭喜你的哦 因私家一事之后 聘领风险内部慢慢稳定了下来 作为家主代行 我至今还在努力适应 希望能妥善处理肩上担负者的压力与期望 您谦虚了 民众对您的评价甚好 说您正直勤勉 认真负责 不敢当 这也要归功于我身边的人对我的支持 这因形势逐渐安定 我才有机会考虑我个人的事 嘿嘿 这么快就把大事敲定了呢 别这样 说得我都有点惭愧了 啊 不好意思 那个 没关系 几位接着聊 我再听 今天谈的是喜事 轻松才好 不会有人板着脸讨论结婚的吧 也是 您说得对 说起来 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 会觉得太出格了吗 当然不会 两情相悦的爱情 不应该受到其他因素的阻挠 旁人或许会有各种看法 但您做出决定 应该是已经预想到 并准备好应对随之而来的问题了 确实如此 那么请您自信起来 一个意志坚定的人 不因为准备妥当之事感到担忧 不过 我个人还有些小小的困惑 您请说 您确实努力整顿了天灵凤行内部 这是好事 也是变化的开始 但另一方面 钟小姐的父亲 钟慎介仍在狱中 如果选在这个时候公布钟家与九条家联姻 坊间和刊定奉行内部 或许会传出不利于你们的留言 嗯 不愧是陈礼大人 关于这件事 我确实也苦恼了好一阵 钟慎介先生坚决反对我和千里保持联系 以至于之前 我们只能偷偷通过书信往来 眼下这个时机虽然看上去不太合适 但说不定 也是成婚的唯一机会 啊 想起来了 那个老头看着笑咪咪的 却拼命给我们找麻烦 可讨厌了 您的心情我当然理解 但这么做 只是将问题推后而不是解决 您迟早还会面对的 您说的我都明白 可千里鼓起勇气向我提出成婚的事 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呢 算是吧 我收到了他的信 几经犹豫 我才以最郑重的心情 找他商谈未来 说到这个呀 我上门求婚的时候 他还说他没写过这封信呢 他 他真是的 诶 是吗 为了不让我发现 还装得有些困惑 真是费心了呀 那是他的表情 我现在都忘不掉 总之身为男友 我当然是明白的 就顺着他的话说 信是我开的玩笑 然后借此机会向他求婚 他还抱怨我耍了小伎俩 跟着满脸通红地答应了我 那天下午 我们把结婚该考虑的事 一起梳理了一遍 所以二位达成一致后 共同决定了婚期对吧 是啊 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总算是彻底明确了彼此的决心 我觉得也是时候了 无论之后发生什么 我都一定会站在他身边 成为他愿意依靠的那个人 哦 好耀眼 我从刚才就想说了 沉浸在热恋中的人都是这样吗 他一个人说个不停呢 啊 不好意思啊 二位 还有审理大人 让你们见笑了 哪里哪里 您沉醉的模样 反而令我安心 能看到您有如此态度与决心 我再无忧虑了 郁谦在这里 祝您婚礼顺利 虽然你得意的样子有点烦人 但不管怎么说都是好事 我们也祝您一切顺利 开开心心哦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 接下来我们还有事在审 先告辞了 好的 我送您到门口 他好像挺忙的呢 要结婚的人应该都很忙吧 是那种开心的吗 是啊 九条莲智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旅行者 你感觉如何 说是害羽 但终千里 不一定是这种类型吧 我也有点在意 可惜追根究底 往往没有结果 对啊 为什么呢 要是我们在冒险中遇到类似事情 肯定会想办法查查原因 嗯 原来冒险家的思维方式是这样 在我看来 无非两点 首先 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 我办事又要顾及立场 这件事不好查 另外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当事人对这件事并不在意 我们若是强行干预 到头来也许会好心办了坏事 确实 莲智他完全不在意 世间万事总有关联 一个简单的结果 往往是由多种原因叠加而成 如果事事都要追求一清二楚 那烦恼无穷无尽 而且没有效率 算是吧 不这样想 射凤行的工作就永远忙不完了 一般而言我的观点是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 与其纠结成因 不如先着眼于事情本身 只要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利 没人因此受到蒙蔽或损害 那大可接受它的存在 目前来说无法定论 我们还不知道 中千里的想法不是吗 倒是旅行者 能在短暂的会面中抓住重点 洞察力如此过人 你果然如家妹所说 细心又周全 嗯 但是 千里他不是已经和莲芝谈清楚了吗 这只是九条莲芝的判断 一己之间 或许与事实有出入 我希望我们也能读懂中千里的态度 呃 好像很对 但我不是很懂 没关系 本来就要去中家送祝福 见他一面 听听他的想法吧 如果他的意志也像九条莲芝一样坚定 那他们才能同舟共计 否则 人生可不总是一帆风顺啊 他也能读得到 他会议到 我常乱的 还议到 文理一事应该还需要很多准备吧 是不是也该邀请一些经常访问里岛的商会主管呢 至少也得给他们送行帖吧 是您哪 设奉行大人 您大驾光临刊定奉行服务 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正巧 几位刚才聊到婚事 我这次前来拜访 也是想代表沈丽佳送上祝福 钟千里小姐现在方便会面吗 小姐的话 她正在屋内会客 不知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您和您的随从先请进 我们会为您安排查些 我们不是随从 哦 误会了 这两位是我的好友 啊 你也太客气了啦 好友什么的 不劳各位了 我们先到附近逛逛 抱歉 希望没有耽误各位筹备大事 等钟千里小姐方便会客了 再通知我们吧 大人您太客气了 钟家的喜事 对我们这些一直辅佐钟家的家族来说 自然也是喜事 我们忙里忙外 也是希望这件事 能尽可能隆重和热闹一些 等时机差不多了 我们就会通知家中所有的人 还有普通百姓 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嗯 是个好想法 我们不多叨扰了 大人慢走 说了好多 结果好像又什么都没说 所以我才不想花时间寒暄啊 我们来的时机不巧 不过没关系 刚才路上我看见了一个摊位 去那边打发时间吧 那个老板总是会有新奇的想法 我是他的老主顾了 刚刚聊到哪里了 请铁是吧 嗯 这部分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家去做 正好平时也和他们 有不少的书信往来 有道理 那就拜托你们了 刚刚聊到哪里了 嗯 有道理 原来是枝树啊 啊 是你们 又见面了 你们每次都会带上了不起的大人物呢 哦 这位摊主你们也认识吗 是的 之前在稻妻城 我们和将军大人在他这里喝过团子牛奶 原来这件事是你们促成的 团子牛奶的事我也有所耳闻 但竟然和你没有关系 平时经过他的摊位 我总会买上一杯创意饮品尝尝 味道总是很新奇 刚刚见到他居然在离岛摆摊 我就想过来坐坐 托你们的福 我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 愿意品尝我的创意料理的人越来越多 这也让我更有信心了 我会一直把创意料理这条路走下去 一方面我想让更多人尝到我的料理 另一方面我也想让顾客感受到发挥创意的乐趣 一番考虑之后 我就推出了全新的饮品 有意思 这次又是什么呢 我打算把选择权完全交给顾客 我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 客人可以自由地将它们加到牛奶或茶里面 除去团子 我新增了年糕 紫薯球 黑糖 日落果肉等各种选项 这些都可以往牛奶里加吗 难以想象 但说不定也挺不错的 这里没有的东西也可以选吗 呃 这个 应该没问题 射凤行大人如果有新奇的想法 尽管告诉我 我立刻去买 我本来就想让客人自由发挥 那么客人自然不该受到我的限制 很好 我有几个比较感兴趣的东西 锦瓜 海草 还有海灵芝 啊 你要把这些放进牛奶里吗 对啊 怎么了吗 能好喝吗 重要的是过程 味道是其次了 体验新鲜的事物 多好啊 啊 旅行者呢 有想法吗 你不是吧 那 那我不要是不是显得不够勇敢 要不我也来一杯好了 那就要三杯加了海草的牛奶吧 好的 各位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准备 来吧 牛奶已经做好了 各位快尝尝看 海草护住了吸管 吸起来好费劲 但味道挺不错的 凝聚了大海的精华 感觉你的评价还不错呢 虽然我觉得可以有够好的搭配 你很在意味道 那当然 吃好吃的和好喝的 都是生活中很重要的追求 说得真不错 如果我也能这么享受一切就好了 是啊 可惜人的精力有限 不那么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都是修养心神的缓冲 自然不会太过计较 身边有妹妹带为出席各大公开场合 又有托马当家政官料理家事 真是省了好多力气 帮了我大忙啊 可是 现在我们不是单纯在打发时间吗 这时候要考虑什么吗 不能说没有呢 我们换个地方细说 离开忠家之前 我注意到一件事 不是 是一个细节 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对婚礼的看法 就顺着问了 结果他们很自然地说 忠家的喜事就是他们的喜事 但事实正相反吧 什么意思 忠慎介先生还在牢狱之中 堪定奉行恐怕是三奉行中最不稳定的了 忠家如今的支柱是忠千里 而他选择外嫁 若我是辅佐忠家的家族 一定会感到前途灰暗 他们却全然不提 只觉得这是单纯的喜事 明明都是聪明人 不应该想不到这一策 多半是他们不想在外人面前讨论家族内务 可那一番话 太经不起推敲了 盯紧一点 上 在 大人 从哪里冒出来的 这位是我最信任的钟莫藩成员之一 之前他一直暗中跟随保护我们 家主大人过奖了 替我盯好今天见到的那几个家族 好的 我这就去办 哦对 差点忘了 刚刚我喝过的牛奶 再买一份带给托马 嗯 一定照办 托马也逃不掉吗 沈李大人 钟小姐的会面已经结束了 她正在庭院中等您 有劳你了 走吧 去见见钟千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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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见面了千里 我听说有人和神里大人同行 没想到竟然是你们 许久不见 钟小姐近来可好 没想到会在家中见到平日几乎碰不到面的神里大人 托您的福 我一切都好 嗯 神里大人公务繁忙 却还特意赶来祝贺我与莲芝的婚事 实在是太感谢了 您客气了 三凤行 三凤行都在将军麾下办事 理应互相关照 我们方才拜会过九条大人 看得出她对这场婚事非常期待 也许是被她的喜悦所感染 也许是被她的喜悦所感染 我也高兴起来了 衷心祝福二位 婚姻幸福美满 谢谢 请您提言 做出这一决定实属不易 接下来 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我猜这事影响不小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定会站在一起 共同迎接未来 千里你也不容易呢 嗯 老实说 直到现在 我都还有点忐忑 但莲芝一直都在为我打气 她的承诺令我安心不少 钟小姐似乎顾虑颇多啊 嗯 是的 需要考虑的事太多了 刚刚我见的 并非是什么重要客人 而是府中的一人之一 辛之诚 不会吧 居然是她 是的 她突然冲进来 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她的话 非常直白 就是让我 不要和莲芝结婚 她平日都是个很知分寸的人 气动起来的样子 把我吓了一跳 但她的话语 听起来确实有理 她觉得现在 并不是结婚的好时候 如果我家去九条家 相当于顶梁柱离开 中家就真的没有人能站出来说话了 对我个人的影响也很不利 你们两家不是变成一家人了吗 不要紧的吧 就到妻的传统而言 家族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结婚后 钟小姐就成为了九条家的人 到那时 刊定凤行内部对您的态度 恐怕会产生诸多变化 虽然这么说不太好 但 我确实有些动摇 觉得自己 是不是太顺势而为 一直在被周围的人推着走 实在抱歉 竟然让客人听我的牢骚 不要紧 舍凤行听听这些本事应当 既然知晓了您的顾虑 我当然也要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帮助 比如说 祝您理清思绪 我们从九条大人那里听说 因为钟小姐寄出的一封信件 她才决定要马上和您成婚 但也听说您并没有写过这封信 九条大人觉得您是在害羞 哎呀 我是不是不该说出来 哎 哎 那不是 不是联制的求恨小把戏吗 还故意用精心设计出来的可爱花体字 嗯 一看就是有悲而来 原来是可爱的花体 您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信作为契机 二位并不一定会选择这个时间成婚 您这么说 确实是 难道那封信不是我以为的那样 按九条大人的说法 那封信是出自您之手 哎 怎么回事 难道 不过您二位能互相信任当然是好事 这么一看 信的来历也不那么重要了 毕竟害羞的或许是九条大人 他也没有必要向我们承认自己的求婚小把戏啊 哼哼 我明白了 如您所说 信的事确实不那么重要 但立场就不一样了 本来我和联制觉得 只要我们能携手同行 那么其他的事都不用在意 但现在 我 我认为 有必要再仔细想想 婚姻是至关重要的大事 不能让自己后悔 尽力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也是设奉行职责所在 这些话 我都是站在您和钟家的立场说的 请您不要因为行事所迫 做出不服心意的判断 与亲爱的人走到一起 是一件不容玷污的喜事 我忠心希望二位 能迎来不寒阴霾的幸福 您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感怀在心 太感谢您了 神旅大人 我会记住您的建议 慎重考虑 顺从心意便好 既然钟小姐还需时间思考 我们就不多打扰了 我送各位 不用客气 钟小姐还请留步 旅行者 我们去个方便的地方 交换一下信息 我该怎么办 莲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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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快点快去 好 好 我们必须先一步紧绝起来 古怪 哪里古怪 有人盼望钟千里尽快结婚 如果我的猜想正确 是刊定奉行内部的人 引起两人误会的信 应该也是出自他们之手 请二位想想看 连一个普通的艺人都会担心钟千里的处境 辅佐钟家的人却无动于衷 当某些人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时 要从行为判断他们的真心 相当聪明的做法 比天令奉行的英思家高明太多了 伪造的信件如果没生效 他们也不怕被追责 大可说是某个家族成员自作主张 只是想成人之美 若是像现在这样生效了 表面上只是促成一件喜事 甚至不需要某个具体的家族站出来 就已经能达成驾控钟家的目的 等钟千里驾到旧条家 钟家家主又深陷囹羽 堪定奉行内部不服钟家的声音 就会不断冒出 最终 由某家去而代之 证据吗 就是新之城 新之城 他应该回来了 是的 大人 第二次了 我忍你很久了 他们是不是把一个 刊定奉行的卫兵带走了 是的 那人名为新之城 果然 对这些人来说 钟家最虚弱的时刻 是他们不容错过的机会 本来钟千里已经被九条连制说服 几乎一时应该板上钉钉呢 但和新之城会面后 钟千里变得犹豫不决 在他们眼中 无非是这名护卫 坏了他们的计划 但为什么怀疑的不是我们 刚才有人全程偷听我们的谈话 我的所作所为都很克制 这样啊 幸好 幸好没说什么多余的话 那你提信的事情 千里应该是听懂了吧 应该是 不过谋划这件事的人 不会允许计划就此停止 钟千里本人的意志在他们看来 早就无所谓了 他的立场非常被动 数人摆布 被当作棋子 连婚姻 都沦为了权力斗争的一部分 即便如此 他还一度认为前方等待她的是幸福 等真正嫁入九条家 他会彻底失去钟家千金的头衔 失去在刊定奉行之中的身份 并彻底失去了 能在外独立的自我 结婚是个陷阱 恐怕不会太简单 他们藏在暗处 自如地操纵棋子 这也是我说的高明之处 而我们在明处 如果我们想阻止这件喜事 就势必会成为坏人 遭到舆论围攻 那该怎么办 如今他们若想继续控制事态 就必须走到台前 露出獠牙 我会等待那一刻到来 在那之前 先把新之城救下来 他没做错任何事 不应该承受严酷的惩罚 告诉我新之城的所在地 我们现在就动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